今天官方媒体在介绍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01所总师陆侯 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时透露 他为国家某重大专项试验飞行器研制 做出重要贡献 该项目是中国超然冲压领域首次飞行 后获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据了解该试验飞行器 采用承波体结构 2011年首飞2014年圆满完成 获国防科技特等奖 资料显示 陆宏出生于1976年9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工作18年来 陆宏先后撰写技术报告上百篇 十余项国防专利获得授权 在担任某重大专项试验飞行器系统总体负责人期间 由于该项目是中国某技术领域首次飞行试验 没有经验可以借鉴难度极大 他带领团队攻克了多项世界性技术难题 实现了中国在某技术领域0的突破 曾获国防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国防科学技术奖2等奖等奖项 在担任该型号系统总体负责任期间 陆宏全面负责飞行器方案论证 关键技术公关 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各项工作 由于在中国某项技术领域首次飞行试验 创新性极强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正因为一切都是原始性创新 没有参照物从零开始 陆宏及其研究团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在纷繁复杂的前期工作之后 2010年 型号研制进入关键阶段 这一年 陆宏策划组织完成了几十项地面大型试验 为后续飞行试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1年春天 凭借毅力和信心 陆宏带领团队最终渡过了一系列难关 成功完成了飞行试验 连续三年飞行试验的圆满成功 填补了国内该项技术领域 多项技术和研究成果的空白 近年来 该研究成果先后荣获 国防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有军事观察员对火线军情表示 超软冲压发动机 是高超音速飞行器所使用的一种关键动力系统 与一般的冲压发动机 及喷气发动机不同 这种发动机不需要进入燃烧式的气流 必须为压因素 从而大大提升了飞行器的飞行速度 高超音速飞行器 是未来军用与民用航空器的战略发展方向 超软冲压发动机 是实现高超音速飞行器的首要关键技术 是21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热点领域之一 不过由于这一领域技术难度较高 国际上此前只有美国取得了部分进展 此次媒体报道 说明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甚至有可能已经超越了美国 中国高超音速飞行器 用用这种技术以后 将大幅提升对敌方导弹防御系统的突防能力 其意义十分重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